Anyone you say Anyone you say Anyone 大家好,我是阿奔 歡迎來到塔羅影片系列 今集的塔羅系列 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 世阿卡拉牌聖杯組元素 聖杯組在四元素之中是代表水 它象徵直覺和情感 引於心靈與心靈之間的溝通 它除了可以預視愛情、友情等等之外 還包含了各種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和關題 而在漠黑牌之中 聖杯組是代表愛心、恒心 它掌管的就是 潛意識、無意識、愛與恨、情感與感受 而可以代表的工作 可以說是照顧其他人方面的工作 比如說是心理醫生、照護者、智商師 或者是能量治療師 又或者是一些和附友有關的工作等等 馬上來看看聖杯組從一號到十號的牌 在正反面他們所代表的意義 正位的正杯一 關鍵詞系、創造力、寬恕、強烈的直覺 充滿愛、善良、歡樂的時刻 享受生命中最單純的喜悅 比如說計劃順利、升等為父母、靈性成長等等 帶來愛的禮物以及人生中的感性時刻 在愛情方面,新的關體陷入熱戀正向發展 財富方面,滿足於現在的財富狀況 事業方面,藏儀與精進成長 在喜歡的項目之上努力 健康方面,耐心滿足而促使健康狀態良好 逆位的聖杯一 關鍵詞系、內疚、怨恨、抑制情緒 逆位的聖杯一 表示生育和創造力相關的事物 充滿阻礙、不安和疑惑 值得慶幸的是 這張牌的影響力不會持續太久 在愛情方面,對求愛者無愛意 單相思不持久的戀情 無瑕培養感情 財富方面,過於注重財富 而忽略心靈上的成長 事業方面,在心靈上失去目標 以至工作能力無法發揮 健康方面,過於注重肉體 而忽略心理健康 正位的聖杯二 關鍵詞系、互相吸引、和諧、平等 正位的聖杯二 代表和諧、同伙關題 進展順利、成功和好運和愛 在愛情方面,有新的戀情 兩人之間的付出與收穫都是平等的 進而更深層次的承諾 財富方面,有多少付出就會有多少收穫 是平等的驗收 在事業方面,志同道合的夥伴 平等的合作關題 滿意目前的工作 健康方面,健康狀況良好 體力可以支援想做的事 逆位的聖杯二 關鍵詞系、情緒崩潰 缺乏和諧統一 沒有目的的關題 逆位的聖杯二 代表關題出現緊張以及壓力 沒有辦法忽略的問題 多留意自己的直覺感受 在愛情方面 某一方正在消耗另一方的創意、情感或心靈 而促使對方喪失自發性和成長空間 財富方面,所做的和所得到的不成正比 但情況很快就可以改善了 事業方面,陷入一種權力的鬥爭、夥伴 和同時會意圖控制自己 健康方面,健康符合不到 你所給予的負擔 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緊 靖位的聖杯三 關鍵詞系 慶祝、豐收、社會化 靖位的聖杯三 歡慶時刻、斷聚 無憂無慮享受單純快樂 創造力旺盛 這張塔羅牌也有一種調情的意味 假如你正在尋找對象 那麼很快 你就會在適當的時機和心情之下 遇到心上人了 在愛情方面 幸福的婚姻 在適當時機遇到心意的人 財富方面 得到應該有的報酬 是歡慶的時刻 事業方面 出現很多工作機會 可以盡情發揮創意 計劃順利達成 健康方面 很注重保養身體 持續下去 將會與其他人有明顯的差距 逆位的聖杯三 關鍵詞系 過度享樂 表面形式 團體失禍 逆位的聖杯三 代表過度清添或放縱 創意仇左 舊患復發等等 在愛情方面 短暖的戀情 無法互相理解 有出軌的可能 財富方面 覺得現有的財富 已經夠你洗了 因此就開始鬆懈了 事業方面 三分鐘熱度 過於自信 成果和預設的 有很大的差距 健康方面 身體沒有如其中那麼好 好可能是自我要求太高了 正位的聖杯四 關鍵詞系 沉思 消極退縮 獨處 正位的聖杯四 是個有主見 不輕易被說服的人 因為過去曾經受到傷害 於是就設定了一些標準 來將自己保護起來 亦都代表對目前的狀況 或者工作感到無聊厭犯 在愛情方面 因為過去的創傷而封閉自己 不滿足於目前的感情 財富方面 先把握著現在擁有的 才不會因小失大 事業方面 不懂得把握眼前的機會 欠缺目標 需要調整心態 健康方面 只顧著生理上的健康 現在應該鞏固和淨化心理 逆位的聖杯四 關鍵詞系 疲倦、新方法或機嫌 脫離低潮期 逆位的聖杯四 和正位的意義 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不滿的程度會更加高 或者你很渴望改變 但是就不知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亦都代表放去過去的一切經驗 轉向一條新的陌生道路前行 在愛情方面 如果有新的戀情機會出現 那就應該放低過去的束縛 容易嘗試 財富方面 只需要搞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很快就會有生財的機會 事方面 適合嘗試新的工作策略 將自己的需求表達出來 健康方面 可以明白 如果不再好好把握自己的健康 一旦健康受損 那就實在太遲了 正位的聖杯五 關鍵詞系 痛苦、失望、悲傷 正位的聖杯五 象徵沮喪不安和失望 被迫去面對人生的難題 回顧過往 消化壓力和悲傷 亦都可能是失去某位親友 或者是失去地位、金錢上的損失 在愛情方面 對戀人感到失望或者發生爭執 開始高度去審視目前的感情 財富方面 對之前所損失的錢耿耿於壞 不如就學起這個教訓 再好好地拌一場 事業方面 缺乏果斷而誤阻大事 而且會逃避責任 平穩、熟悉的感覺 離你而去 健康方面 當痛苦、悲傷逐漸平息後 身體亦可以從中獲得解脫 逆軌的聖杯五 關鍵詞系 新的開始、歡樹、重拾信身 逆軌的聖杯五 即將恢復怨氣 最後都可以放下過去的痛苦記憶 有機會與老朋友見面 重新恢復生命力 在愛情方面 雙方都在檢討過去這段感情 願意同心協力去改善和解決問題 財富方面 即使損失很多錢 都無怨無悔 決心要重新賺錢 事業方面 從過去失敗的工作中 重新建立自信 不再有三心兩意的想法 健康方面 健康逐漸趨向穩定 願意接受治療 正位的聖杯六 關鍵詞系 團圓、懷舊、愧爭 正位的聖杯六 代表美好的回憶 回到你曾經有深刻記憶的地方 和老朋友共同 談論往事或是互相交流 在人際關題中 找到適當的平衡點 重新規劃未來走向 在愛情方面 有舊情復設的可能 同伴侶之間安全又熟悉 財富方面 收入呈現穩定的狀態 不會大起大落 事業方面 一份安全有保障 但缺乏挑戰性的事業 健康方面 好舒適的狀態 健康狀況良好 逆位的聖杯六 關鍵詞系 不切實際 孩子氣 長遠打算 逆位的聖杯六 象徵沉溺於過去 而且過度美化的經驗 亦都可能代表 對目前的環境產生不滿 想要突破 而找一個更新更好的環境 在愛情方面 目前的感情穩定 但想找一些刺激的可能性 而希望增加雙方之間的情趣和交流 財富方面 想做一些股票投資或生意 都值得上市 事業方面 開始有長遠的打算 為更高的目標而奮鬥 健康方面 想將體力發揮到最高點 但就記住 不要將自己搞得太累 正位的聖杯七 關鍵像是 逃避現實 錯誤的希望 不切實際 正位的聖杯七 代表抉擇和困擾 適合根據直覺和感受來做決定 而不是根據理性邏輯 亦都代表一行新的計劃已經展開 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亦都要提防過分樂觀的朋友 或者是沒有主見的熟印 在愛情方面 對對方沒有深刻的形式 需要進行形資上的修正 財富方面 需要先了解你需求和慾望 財務狀況才得以改善 事業方面 開始思考自己在目前的職場上 是否有什麼缺失 亦都算是一個休息期間 健康方面 了解健康都是由內心出發 逆位的聖杯七 關鍵像是分心、物質導向、困擾不安 逆位的聖杯七 可能會出現極端情緒 逃避現實中存在的困難 而招致危險 幻想破面、朝物質層面追尋 在愛情方面 不去正視現有關題中的問題和阻礙 或者容易被對方的表象欺騙 財富方面 完全追逐金錢 而忽略了你精神上的需求 事業方面 正在職場上腳踏實地努力奮鬥 可能身兼數職 而慢慢無法承受這種情況 健康方面 要多留意身體 不要令自己太累 也不要忽略心靈上的健康 正位的聖杯八 關鍵詞是追尋、放任、逃避現實 正位的聖杯八 努力創造出目前的狀況 並且感到滿意 但是因為知道目前的狀況 只不過是短暫的 所以內心隱隱有些失落 或者不安 也代表會展開一段旅程 可以是實際上的旅程 也可以說是精神靈性上的成長之旅 在愛情方面 雙方之前努力經營的目標已經達成 開始討論繼續下去的旅程 財富方面 明白心靈上的財富才是最重要的 事業方面 繼續保持自己前進的力量 掌握新的機會 健康方面 懂得經營身心 健康狀態良好 逆位的聖杯八 關鍵詞是 雙重思想 正在奮鬥 不安全感 逆位的聖杯八 代表有更好的選擇 而離開現有的環境 享受目前的成果 但就失去前進的動力 在愛情方面 雙方都不願意去打破目前的狀況 因為已經習慣了現在的感情生活 財富方面 建議先搞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不要漫無目的地去慢幹 事業方面 穩定的職場生活 公司業績停止成長 健康方面 為了身體著想 都不要逼自己做些不想做的事 正位的聖杯九 關鍵詞是 滿足 幸福 獲得成功 正位的聖杯九 經常被解作是蒙想成真 亦都代表新的戀情 和友情得到匯報 溝通順暢 獲得報酬 在愛情方面 互動量好 雙方懂得珍惜和努力維持感情 財富方面 懂得思與仇的道理 不會被局限在金錢困擾上 事業方面 努力得到成功 物質層面的滿足 遠比精神層面的滿足利得大 健康方面 身體健康 壓力得到釋放 逆位的聖杯九 關鍵詞是 貪婪、自我放縱、物質損失 逆位的聖杯九 代表出現自我中心 計劃延遲、創意受阻、精神低迷、物質損失 造時斧頭蛇尾 在愛情方面 內心得不到滿足 覺得雙方的付出不平等、溝通不良 財富方面 理財能力有待改善 可以嘗試交由專業人士去幫忙理財 事業方面 工作礦或應酬礦 因為不滿足而不停要求自己成長 健康方面 喜歡吃、飲酒或依賴藥物 建議早日正視健康問題 正位的聖杯十 關鍵詞是 感覺完整、歡樂、精神啟蒙 正位的聖杯十 主要代表以感情相關連的團體 譬如說家庭、社團、公司 幾個資深好友等等 學業成績優秀 感情良好、家庭和樂、雙贏合作 以聊之外的好消息 在愛情方面 對感情的發展感到相當滿足 互相信任 而給予足夠的空間 財富方面 付出的都能獲得最大的匯報 不單是前菜 連心靈上都是一樣 事業方面 透過同時的幫忙 而獲得進展或成功 有機會和同業合作 健康方面 平時的保養 在這個時候就見效 身心都可以達到健康良好的狀態 逆位的聖杯十 關鍵詞是 失去禍解、關題破裂、不道德的行為 逆位的聖杯十 引引出現一些感情的變化 感覺自己沒有受到尊重 沒有辦法說出真心說話 但是聖杯十最大的特色就是 即使是一張翼牌 它也是一張好牌 在愛情上 有一方 因為對自我的不確定 而有退縮的可能 財富方面 內心不快樂 自然就沒有追求前財的動力 事業方面 在職場上自我孤立 讓發展受阻 也有退步的跡象 健康方面 或者平時身體健康模樣 但是定期的檢查 都是不可以少的 再來看看聖杯組的宮廷牌 即是南博、騎士、皇后和國王 他們在正反面的時候 所代表的意義 如果大家想繼續收看阿笨的 塔羅基礎教學內容的話 歡迎到Patron 或者Buy Me A Coffee 訂閱每個月3元美金 就可以看完整教學內容 快點去搜尋 A.H.B.N.S.H.O.W. A.B.N.S.H.O.W. A.B.N.S.H.O. 好了 我們今集聖杯組的解釋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亦都是所有 小阿卡拉牌的分享系列 在這裡結束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希望在其他系列都可以見到你 多謝大家 二十分 Goddess 組織 販購買亞笨塔羅基礎的朋友 現在可享受 升盤加塔羅牌占卜8六折 無論單人或雙人合盤 也享有20分鐘任文任占 立即WhatsApp Line或 Email 查詢詳情啦